5月16日下午 温州路程一超市内出现了这样的一幕 一名男子忽然丢下了推车里的儿子 静止奔向了超市的一个手扶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 经了解这名丢下儿子飞奔的男子 是温州市路程区南郊派出所的辅警张震东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当时我发现的时候 那个老人的电梯上躺着 头脚下脚上 他那个小孙女就在旁边站着 那个时候我啥没想 我都跑过去把那个电梯的制动按钮给按住了 原来当天 七旬的林老伯带着年仅三岁的孙女逛超市 刚站上扶梯 林老伯突然感到头晕 之后以头部朝下的姿势倒在了扶梯上 年幼的孙女无助地站在旁边 而扶梯还在上升 千军一发之际 辅警张震东推着推车刚好路过 也顾不上推车里的儿子 一个剑步冲到了扶梯前 快速按下剪辑制动按钮 把老人扶正 然后呢老人当时就摔梦了 一分钟没有说话 我把他交给工作人员以后呢 我在想到我儿子还在下面了 所以呢我就下去了 我下去的时候呢 我儿子看着我 他可能看到了整个过程 然后他对我伸出了一个大大的赞 说老爸你好棒 得到儿子的这个赞 对于张震东来说也许就是最大的褒奖 而张震东觉得作为一名辅警 他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 只要老人平安无事就好 记者段盈盈编辑报道 稳定吗 我小时候 我扶到 我扶到